國安 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我是翟軒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財經大事 從國際來看台灣 請在Facebook搜尋財經大白話 同步收看直播 掌握最新的財經訊息 節目開始來關心財經大頭條 川普獲得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還連發了十幾則推文來慶祝 而全球最賺錢的企業 是波克夏居管 現在巴菲特又再度出手科技業 入股雲端的軟體業 還有另外這個台灣的證交稅 達到了這個932億 這是前八個月的累積 現在已經創下30年的同期新高 而現在這個金管會 又要推出這個冷門股造勢 有82檔股票可以搶先布局嗎 我們就來聚焦 今天的財經大事 請專家帶我們看懂新聞找商機 先來歡迎今天加入討論的來賓 財經專家黃世聰 財經專欄作家尤婷浩 財經教授謝承諺 好 我們看到說週二的美股才暴跌 但是昨天的稻窮 卻是反彈了400點 科技股更是創下四月以來的最強漲勢 這讓全球的投資人都跟著大喜三溫暖 而同樣心情大喜三溫暖的 恐怕還有川普 因為川普先前才說 因為罵這個陣亡美軍是魯蛇 所以讓他這個選情冒入了一個新的危機 盪到了谷底 但現在沒想到川普 現在絕地大反攻 他竟然被提名繳出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之前在講到這件事情說 怎麼可能 沒想到真的成真了 然後讓川普樂得狂發了十多則的推文 大肆宣傳 但恐怕這個川普會不會是高興的太早 因為現在傳出他連任之路 可能有三個人要來聯手斷掉他 而是三名作家 這美國總統是全球最有權力的人 而川普又是最狂的總統 三名作家真的有可能斷掉他的連任之夢嗎 我們來問一下陳彥閣 我再怎麼樣對川普看不好 你還是賭他贏 我再怎麼樣覺得他是一個瘋子 我還是會賭他會選上 因為我覺得他的手腕實在太厲害了 你看那個廷皓敬佩的眼神 真的 他的手腕有多厲害 他竟然被提名和平獎 你提名什麼瘋子獎 什麼五四三獎都可以 對不對 你提一個和平獎 2018年被提名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 當時他也很高興 結果沒有上 對不對 他還說質疑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不公平 那你現在 那你今年又被提名 那你在嗨什麼 他竟然在Twitter上面 一天連發18折 網友都直接虧說 提名你就發18折 那如果選上 你一天要不要發300折 這個套用我們那個三金的講法 就是入圍就是得獎 所以他就發了18折 但你知道提名他的是誰 挪威的國會議員 那其實上一次提名的 也是同一個人 很多人就問說 那怎麼樣 所以你是他的鐵粉 他說他不是 我也懷疑他不是 我覺得根本就是鋼鐵粉 他不是鐵粉 他就是鋼鐵粉 你知道川普興奮到怎樣 你看 怎麼一直發文 一直發文 一直發文 而且感謝什麼... 好像他已經得到和平獎 而且他重... 你知道提名的內容是什麼 既然是說他跟... 就是以色列跟中東的 這個緊張的關係 川普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 希望能帶動這個地方的和平 而且未來可能真的有機會 把整個中東地區和平的 這個氛圍把它加溫 我覺得這麼偉大 這個當然也又讓川普繼續加碼 他現在要撤軍 伊拉克要撤軍 撤撤三分之一 12個基地要持續的減少 再來人數要從5000個 降到3500 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也是他挽救選情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記不記得前一陣子我們提到 他罵美軍這個派人 他去法國訪法的時候 談到這個公墓 他講的這個沙克的這些延遲 其實給美軍帶來很大的一個反彈 現階段就像拜登 拜登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能打贏拜登的只有拜登 我覺得能打贏川普的只有誰 只有川普 不是 會搞掉川普的只有川普 我講的是會搞掉川普的只有川普 大家不要覺得說 真的他的對手是拜登 其實他真正的對手 因為我們講比 就是比 可能是最有力的一個武器 大西洋越 之前不是在講 他對美軍的這個不尊重的 一個延遲 對不對 給美軍非常大的一個反彈 共和黨原本最支持他的美軍 既然大幅度的下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誰 就是柯恩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也有談到 柯恩爆了非常非常多的料 但是當然也有人質疑 柯恩爆料的準確度對不對 因為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 詐欺上面的官司的問題 但是現在這一個爆料的是誰 當時水門案搞掉 這個尼克森的這個Wuwer 這個是一個在美國 非常重量級的作家 連他都出手了 當時他出 這個川普選上以後 他出了第一本書叫恐懼 就是白宮之亂 他就說他進了白宮以後 他去訪問了很多人 大家覺得白宮很亂 這一次他又出手 他又出手 甚至他爆料一個非常 我覺得這個料出來 我覺得反而不像柯恩之前 在講什麼 他這個川普好像很色 什麼選美這種 這種我都覺得 真的假的 一種花絮 搞不好 譬如說我跟這個小鮮肉之間 對不對 停好我們兩個在聊天 我們只是可能稍微誇張一點點 結果旁邊一個人聽到 他以後把我這個言詞講下來說 我是這樣的人 有可能 四重哥嗎 四重哥會這樣 有可能是他 真是想不到 沒想到他是這樣的人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今天他這一個 這個Wuwer 他講的這個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疫情剛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重視這個疫情 而且都覺得這個疫情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但是川普說還好 他只是 他就是流感而已 或是稍微嚴重一點的流感 可是實際上川普真的知道 疫情很嚴重 會死人 甚至是這個流感規模的好幾倍 所以他刻意淡化就對了 好 但為什麼 為什麼他說他知道 因為他在訪問他的時候 甚至有錄音為證 他說我可以錄音嗎 OK 錄下來的過程 他對談的過程 講的就是他知道 他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淡化處理 他說這種 這個講出去很嚴重 當然要淡化 難道你要引起民眾的恐慌嗎 難道你要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會死人 這個是很嚴重 這會重創經濟嗎 難道你要我這樣說嗎 我是一個Chair Leader 我是啦啦隊長 也簡單講 他覺得他只能報喜不報憂 但我覺得身為一國的領袖 處理這樣的態度 真的是對的嗎 你應該要當隊長 不是啦啦隊長 也就是說你要告訴我們的嚴重性 我們要怎麼趨吉避休 我要怎麼樣去避免這個災難 未來災難我要怎麼處理 而不是去明知故犯 就是我去淡化處理這件事情 你不能只是顧物士氣而已 還是要帶領大家方向才對 不用怕 這不會怎麼樣 可是實際上難道我這個門 一開出去 我會被亂槍打死 你是這樣跟我講的嗎 對不對 這個不對 所以可能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他的影響會更大 現階段另外一個我覺得 柯恩又講了一個 又爆了一個料 爆了一個什麼料 從這個話我們去看 就是說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川普到底是不是一個很物質的 為什麼呢 他有好幾任的老婆大家都知道 他第一個他對現任老婆 他既然講說無所謂 他要走就走 我隨時可以再娶一個 想要跟我結婚的人很多 那可能你會覺得 還好男人可能講話都是這樣 但是他對自己的小孩 伊凡卡很漂亮 他每次都跟他說 你來出席這些商會 很有說服力 因為那些老頭是看到你 生意就做成了 那他的次女長得比較 沒有那麼好看 小女兒 他自己覺得 但我自己看 我是覺得都滿漂亮 但他就說對 他就是長相比較抱歉 這個講話這麼直 就這麼直 就直接去傷了他這個女兒的心 你說這樣子的一個 以物質為導向 以外表擺在第一 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你說大家對他的觀感 真的會好 更何況他既然還得到 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所以我還是堅持他會連任 好 我們看到說 這個美股也是在前天的時候狂瀉 也使得全球的股市都哀鴻遍野 但沒想到才經過了一夜 我們看到特斯拉 蘋果 這些重量級的科技股的帶領之下 現在美股又全面強談了 科技股甚至是創下 四月以來最強的這個談幅 美股一下子漲一下子跌 真的是讓這個華爾街的巨頭 認為說現在難道 美股已經瀕臨瘋狂了嗎 現在已經出現不祥之兆了嗎 就連這個全球資產 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貝萊德都認為說美股有可能漲高了 現在多空 訊息交鋒 我們就來問一下三位來賓 你們就是幫我們舉一下圈插牌 認為現在這個美股 看多還是看空 看多我們就舉圈圈 看多還是看空 對 好 視聰哥跟廷浩都是看多 然後陳彥哥是看中間 看自己 看法持平 好 我們先從這個視聰哥開始 對 實際上我這個看多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中長期多頭還是繼續 但是短期間之內 是需要震盪整理的一段時間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看到 這是昨天晚上的美股的 三大指數 出現一個非常大的漲幅 你看道瓊漲了400多點 S&P 那斯坦克都是大漲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有可能是 還是多頭的格局沒有改變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目前的均線架構 你可以看這是道瓊的指數 它長天期的均線目前還是在往上的 對不對 包括說像季線 包括說像半年線或是年線 甚至都還在往上走的這個階段 短期間之內 它當然因為修正幅度下來了 對不對 依照過去的官例來講的話 頭部通常不會肩頭反轉下來 不會是這樣子 你看今年3月的時候也是這樣 它是一個M頭這樣子之後 然後才往下跌 對不對 所以你說它會馬上就這樣下去 一個大空投行情 不可能 它應該還是有機會會再拉上去一次 只是說拉上去一次 它就有點像今年6月時候的整理 就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它需要一段時間整理整理之後 然後再拉過去 所以我說短期間之內 它可能需要整理之後 後續應該還有機會再創高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到底美股怎麼去看 我覺得這幾天 因為股市大跌之後 很多人都出來講 譬如說像新的債券天王鋼拉克 他就說美國散戶太瘋狂了 但是說現在整個這個包括說 我們知道台灣 我們之前曾經說過 台灣今年新增的開戶人數 非常非常多 現在已經到了1100萬總數量 而且今年新增加都是年輕人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美國不是這樣 美國也跟我們台灣一模一樣 美國今年3月到目前為止 他們新增開戶有300萬戶 300萬戶都是千禧年代 什麼叫千禧年代 就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 就是他們就 這個包括說他們的嘉信 還有德美利 E-Trade等等這種 所謂的線上的這種交易平台 全部都暴增 然後這些散戶 這些年輕人有一個特徵 他其實不買股票 他做什麼 他做衍生性商品 譬如說看多齊全 或是看空齊全 他們做這樣子 那反而是會連結 會讓這個股價波動會加劇 所以為什麼會波動加劇 我覺得都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這到底是不是不祥的預兆 我覺得這個你要說散戶參與太多 當然是一個不太好的狀況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譬如說這幾天不是 這個特斯拉股價大跌 對 很多韓國散戶也是 他們也說 股價大跌 為什麼他們買 變成第五大股東 散戶去買 你不要以為只有韓國 去買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人去買 美國也很多人在買 所以這個大跌之後 他們都無所適從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第二個 這個大佬 這個大佬是索羅斯旗下的一個基金 他是Drug Miller 他是以前是他們旗下的操盤人 他就說現在是處於絕對瘋狂 他說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聯儲會在放錢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投機氣氛太過濃烈 他說現在就好像是個派對 派對在開... 他提醒的是說 你不要忘記 我們每次開完派對之後 喝了醉醺醺醺的時候 隔天都會贖醉 所以他是這樣提醒大家 另外一個包括說像Clamour Clamour的話我滿喜歡看他的節目 CNBC他晚上的時候 我們看看美國開派說 他都會在那邊表演 然後講了很多 他就建議現在應該適當的了結 獲利了結 他說現在美股有一點轉向 其實跟台股有點像 他們最近的科技股跌幅比較重 但是美股現在比較流行的是 航空股 飯店股 零售股 跟我們台灣那種落後補漲的 格局有點像 所以他認為說現在可能是一個 你要部分調節掉這個科技股 或是漲多股的這個時候 這個我們講的那三個 都是比較偏空 有沒有比較偏多 當然有 貝萊德就說千萬不要看空 美國股市 他說以目前現在的整個狀況 因為利息還是長線的低檔 對不對 美國聯儲會的貨幣政策 短時間也不會有改變 所以他認為說 有可能會再漲更高 事實上我覺得應該是 以目前的資金行情 還是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一浪應該還會比一浪更高 只是說短期間之內跟台股一模一樣 都需要一個時間波 或是空間波的整理之後 後續應該還有再創新高的 這個派對還沒有結束 通常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在喝啤酒的時候 最好喝的就是泡沫那一個東西 這樣喝下去覺得非常的舒服 通常一樣的 我們在屬於泡沫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相當的瘋狂 但是這個派對什麼時候會結束 真正等到燈打開的時候 那一刻你再來跑都來得及 現在燈打開了沒 燈還沒有全部的打開 好 我們看到說像最近 這美股多空交戰 台股也是這樣上衝下襲 大家最近真的是很問號 就是說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來操作來避險 我們今天就直接問三位專家 我們直接就是Copy你們的操作方式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 如果現在全世界 訊息這麼多多空交戰的情形之下 到底該怎麼操作 我們先從庭浩開始 我先講一下這一次的操作策略好了 其實我們上節目這麼多次 大家都多少知道我們的投資思維 唯一像是進行這種長期波段上的一個 進行股票上的一個出清 尤其在這個位階 其實大概從6月開始 股價淨值比占上1.95之後 我們講大盤股價淨值比 我就一直陸續在出清 目前的景氣型的一個標的 所以現在美股的一個下跌 老實說沒有受傷 但是這一次美股的一個重疊 反而讓我意識到 是一波新的一個進場機會 這是我跟這個看法不一樣的地方 現在來看 基本面的一個復甦狀況 是非常非常確定的 經濟只會往復甦的方向走 因為經濟沒有多好 所以它只能往復甦的方向走 那股市漲多 本來就是會進行一個修正格局 正常來看的話 跌幅超過28 叫做空頭 接近崩盤 跌幅20%以內都叫做修正 納薩哥指數目前最重 也不過修正個10%而已 所以算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回檔修正 依照目前基本面的一個支撐 來看的話 加上長期的一個低利率效應 這一次頂多就是一個修正 然後會再上 那你現在不佈局 何時佈局 所以你剛剛也是看多 對 所以我們對於 目前整體行情的一個看法 我們講中長期的一個部位 來看的話 我個人建議現在的一個修正期 相較是一個好的一個入手點 很多官員會覺得奇妙說 那不是應該等落底嗎 不是應該等反彈嗎 人家說拉回就買 那我想問各位 那拉回是要拉多回 落底是什麼叫做落底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宏觀上的 一個投資思維 永遠都是左側交易 什麼叫左側交易 就股市在跌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嘗試去接盤了 去接接下來的刀子 等到彈起來的時候 你是沒有那個心思去追股票 因為你會覺得 好像變貴了 買不起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的話 現在的修正期就是相較宏觀思維 投資者進行一個短中期布局的時候 當然這僅限於美股 為什麼 因為八月份 整個臺股都在盤 整個臺股都在震盪 所以美股的一個修正 跟臺股一點關係都沒有 臺股受到的影響 其實不會如想像中的一個大 所以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是有準備一些資料 給我們參考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短期 資金的一個部位 但是從長期的基期 我們剛才講了 我大部分的長期景氣思維的股票 正在進行初期 為什麼 因為你得意識到 目前是一個高基期的水位 一旦來到高基期水位 我都會建議觀眾朋友 進行一些債券型上 景氣上的一個避險 這些ETF 是觀眾朋友相較最好入手的 只要直接在購買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從第一季的表現來看 第一季這個不管是美股還是台股 全球股市都是重疊 但是在第一季美債ETF的整體表現 基本上都有兩成以上 所以相較你進行這種 景氣上的避險 會達到非常好的作用 你說現在買債券 你領配息肯定領不了多少 利率這麼低 但是我們的目的 是要以防景氣在一個高級期水位 可能會回檔 可能會進行大修正 現在是一個多頭氛圍 所以你短期的部位 當然可以投到科技股 而且逢高就要獲利了結 但是你得意識到 現在就是高級期 現在從景氣的角度就是高級期 所以一旦股市持續的修正完 創新高之後 就應該持續來布局美債 你美債最便宜的時候 一定是殖利率往上升的時候 因為美債的價格 跟它的殖利率 是呈現反向的相關 但是利率這麼低 我們可能很難在短期內 見到殖利率上升的時候 所以美債的布局 股市創高就應該做 我們這邊特別把股價 淨值比給列出來 就告訴各位 其實美大概兩到三年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景氣的波動 這邊右側是股價淨值比 股價淨值比正常都是1.6到1.8之間 高於1.8 股市就是一個過熱階段 比如說現在是1.95 低於1.6 就是一個相較的低基期水位 所以我們選擇在低基期 像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們就選擇實際大膽的做一個抄底的動作 到現在當然是慢慢出新股票 如果我們現在要買股票 那是為什麼 我們只是短期看好這一波的修正期 可能會補漲回去 所以我們做布局而已 但是從一個長期角度來看 長期還是買債不買股 兩到三年 你在股價淨值比高於1.8的時候 你就要有些謹慎思維 你不一定要買債 但是你至少對於這種 長期建倉的一個邏輯 你要小心一點 你現在所建的倉 絕對絕對不是讓你抱一輩子的 特別小心 好 同樣問題問陳彥哥 基本上我覺得 講到避險這個觀念 大家還是要有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美股的巴菲特指標 過去歷史最高是150 現在已經過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去操作 我們應該要往這個 跟美股相關性比較低的 就是A股的部分 是覺得是美股會怎麼樣 就是說因為現在美股的部分 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就是說美股的投資人 現在股票的部位比較多 所以如果要再往上買空間有限 但是如果他一出金 可能會帶來大幅度的修正 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散戶現在看空的比例比較高 看多的比例比較低 所以本身他自己是矛盾的 也就是說他手上持有股票 但是他看空 假設說今天散戶手上很多股票 又看多 就比較符合泡沫危機的定義 他們現在可能是拿著 然後覺得說搞不好還會漲 先姑且拿看看這樣子 對 就是說未來可能會跌 所以反而他可能 股市大漲的時候他不會追 這樣反而是比較冷靜的 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散戶自己矛盾的情況下 變得比較理性 所以要崩盤不容易 但是因為散戶如果全部 他又不持有股票 然後又看空 那是大漲的跡象 所以現在資料是矛盾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 而且如果以 道瓊的這個本益比來看 確實有些股票本益比比較高 但是比例還沒有很多 其實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可能還是需要避險 但是問題是有沒有那麼嚴重 我沒有舉X 我就說他等於是一個震盪丸 也許像司聰哥講 後面還有機會 燈還沒有打開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避險 要找一個 相關係數沒那麼高的 像陸股 因為他現在 其實才剛站上 十年線沒多久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避險的話 應該找一個 要你選的話 你不選美股 選陸股 對 就是他的 連動性沒有那麼高的 然後他激起又低的股市去操作 司聰哥呢 我覺得短線上的操作方式 我們這幾天都一直跟大家講 像今天的塑化股 就表現得非常好 對不對 我覺得短時間之內 進入旺季的 包括說塑化 鋼鐵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因為他的基期是比較低的 另外很多人就說 我要不要做空 我覺得現代人 你不要做空 為什麼 因為現代人其實他的價格 如果我們看台股的價格來說的話 他目前是位在 下檔就一個季線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季線就已經快逼近季線了 靠近這個位置 你就不要做空 如果你真的要做空 拉上去突破高點 你要做空怎麼樣都可以 你做做反向的ETF 我覺得做反向型的ETF就OK 或者是說 如果你手腳比較快的話 你做做棋子 棋貨的 小台 大台都可以做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做的方法 但是在低檔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就不要去做空 而且你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要先了解 現在是多頭還是空頭 如果現在是多頭市場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就是 拉回做多 逢高減碼 不要做空 除非是說現在整個盤是 往回轉的時候你再來做 不然的話你會很容易踏錯腳步 你說我高檔也空 然後下來再接 不可能這個樣子 你只能夠 反而會被兩面疤 所以你選一個方向就好 你只要把這個大方向 想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 很容易知道說 你該怎麼去操作 好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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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